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赵岩,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8号 大家看了我这几天是紧锣密鼓的给大家爆料 爆料中国当代政治舞台 未来的政治舞台上即将发生的故事和博弈的故事 我先给大家提前做个预警 那么通过今天标题大家已经看到三个主人公 已经是在我们的屏幕上方有名字了 第一个就是当朝国务院总理李强 第二个本事他自己认为和他的老板 过去的老板胡锦涛认为是胡锦涛的接班人胡春华 现在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二十大上没有当上常委 第三个就是这个最近异军突起的啊 现在在重庆主政的袁家军啊 曾经做过浙江省委书记啊 那么这三个人呢 现在为征二十一大或四中全会以后的这个 中中央总书记的大位啊 已经大打出手了 有的人会问我啊 赵先生你们你最近两天怎么不断的这个报新料 而且我们都不知道啊 你哪来的消息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作为这个深度调查记者和这个 跟这个北京深厚接触关系多的啊 海里的记者和这个 一些啊经常跑中南海和国家各部委的这些关系的记者 那我是有着深厚的资源 那么这一点在这个海外啊 应该说没有人比我做的更多 我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啊 既没有当官也没有发财 就是交好多好多官场朋友 所以知道消息呢比大家快 这也不作为奇 因为我这个年龄的记者 基本上现在都是各大主流媒体的这个领导啊 如果做新闻的来讲 他们虽然贵为领导之位 但是呢不如我做新闻 做的老到啊 做的这个深深的程度呢 这个他们都不如我啊 专业程度也不如我 这个影响力也不如我 因为最后我做到纽约时报 中共问题研究员了 这是他们很难做到的 那么这三个人 为什么会大打出手 当然是为争当中共 未来的二十一大的一把手当总书记 那他们消息怎么来的呢 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啊 就是胡春华的秘书啊 原来的大秘 现在中办副主任叫孟祥峰 和这个李强的秘书啊 李强的秘书叫吴正龙 吴正龙呢和这个孟祥峰呢 那当然都要为自己的主子和老板服务 彼此都希望自己的老板和主子呢 能够当上未来的一把手 那只要他们的老板能当上一把手 他们就就会像这个当年的这个 毛泽东的秘书康生一样 就进入这个政治局常委啊 甚至做到副主席的这个位置 也会像这个汪东兴一样啊 虽然是毛泽东的这个社会长 但是呢最后也做了副主席 包括这个过去这个 江时代的啊 江时代江的秘书和 胡时代胡的秘书 就是胡锦涛 胡锦涛的秘书 零件化 你看他只要跟了他 他就最后作为这个中办主任了啊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老板服务 每一个人都会抓紧时间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为老板拉关系 找资源啊 找同盟军 搞统战 这是他们必须做的啊 必修的啊 这个每一个动作 规定的动作也罢 自权动作也罢 他们都要做啊 那么呃员员正龙和孟祥峰 孟祥峰我们昨天前天已经介绍了 他为了突出啊 这个李强和这个胡春华 为了能够上位 他甚至这个违反了啊 中中央的程序 把李强去越南啊 和这个张又霞去越南 因为没有这个枪杆的保证 李强也很难 作为这个未来的中共一把手 能够坐稳位置 所以把两个人都这个先后安排到越南 出场表演啊 这个是在这个中共历史上 也很少有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孟祥峰虽然是帮助李强 在争的同时 因为毕竟李强现在是国务院总理 一把手的位置 胡春华那还是二把手 但是暗中他也在帮胡春华 他认为胡春华比这个李强更合适啊 但是李强和胡春华两个人 有一个能够这个把 习近平啊这个班接过去权力夺过去 对他来讲都是好事 帮谁他都会把自己的位置提升的更高 至少是蔡奇现在有病了 有可能啊 在最近的阶段 孟祥峰就一跃成为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中办主任 但有人问我说赵先生那个他虽然能够这么安排 他真的具有这样的水平吗 水平肯定是没有啊 最合适的人员 我觉得那我们在海外虽然人为言轻 但是我们客观的看啊 在他们体制内最好做这个职务的人应该是啊 当朝的现在的中宣 中宣部部长李树磊 李树磊这个人 无论是学问 学养 还是这个人的品德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作为老百姓看没有用 因为现行体制 你老百姓说话和你的想法 不像美国的大选 你一人一票 你就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你的意见积累多了 每人一票积累多了 就肯决定一个官员的命运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啊 李树磊毕竟现在是这个枪杆子 笔杆子 刀把子 钱袋子啊 这个四大重要的权力岗位 他占有一席啊 也有可能在四中全会以后 和这个二十一大上啊 一跃成为七个人当中的一个 其实七个人也有点太多 弄那么多干嘛呢 有三个五个就足够了 是吧 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那么我已经给大家讲了 李强胡春华 袁家俊 在为政党总书记大打出手 有人问 袁家俊是何取人员啊 袁家俊那是出 出生在吉林通化 他应该算是一个理工男吧 因为他这个毕业于北京 航天大学啊 这个直接就分到这个 直接就分到这个中科院五院 五院就是搞这个 搞飞行研究 航天器研究的啊 这么一个部门 那最后贵为这个 航空工业总公司 在这个广东省省长啊 现在是新疆省委书记 姓马 港工大毕业的 这个人之后啊 他就当过这个航天的老总 那么在这个当过老总以后 又去了这个宁夏 宁夏呢 是在这个陈锐儿当书记的时候 袁家俊呢 作为这个叫煤气化工啊 这个国家投了六千多的亿 作为煤气化工 领导人党委书记啊 开发区主任 在这个位置上干了有一段时间 然后呢 也提成了这个宁夏的 这个副省长副书记 再调到这个浙江去当政法委书记 这个煤化工啊 是搞得非常失败的 国家投了六千多亿 钱都哪去了呢 这个原来我还没注意啊 袁家军还参与了这个事 钱都被啊 贺国强的这个马仔 陈瑞儿和贺国强的俩儿子啊 一个是这个贺锦涛 一个贺锦涅啊 都搞到他们的兜里去了啊 这个六千多亿估计投入项目也就是不到两千亿 剩下四千多亿 就全都变成他们的这个钱袋当中的 嗯 钱袋当中的存利润了 我说过就像王岐山这样管 管了中纪委就利用中纪委的权力 撂自己的钱 那贺国强也做过中纪委的书记啊 而且还在这个王岐山之前做啊 那么陈瑞儿恰恰是啊 这个贺国强家的这个马仔啊 在贺国强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陈瑞儿是披麻带笑台关啊 摔盆这些事他都干过了啊 这中国传统商势文化当中 只有儿子孙子才能干这种事 但是呢 作为陈瑞儿他干了 他不仅干了 而且这个在贺国强的帮助下 成为这个长沙市委书记 后调黑龙江做省委副书记啊 在省委副书记期间 干了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啊 那就是这个冰火 十重天也罢 五重天也罢 跟俄罗斯小姐这个玩的是 非常的精彩 玩的是非常漂亮啊 一手拿着冰棍 一手拿着冰棍 一手拿着辣椒 就祸害这个俄罗斯女孩 最后这个被 我们这个前方的记者调查到 写到国外来 陈瑞儿为这事 还跑到北京去 给这个栗战书啊 做了很多解释 给没给钱 只有栗战书知道 后来这件事平息下去了 那么他又抓了 我们这个博讯的一个记者 叫郭新啊 把郭新抓了 直到今天 郭新现在在哪里 我们还都不知道啊 郭新为了追寻 陈儿家的这个 老婆家的啊 一个马仔 卷了1000亿 跑到澳洲去的这么一个人 姓彭啊 那么在上海 发现上海政法委书记和国安局长 给这个彭旭峰啊 呃 开了亮灯 让他跑到这个澳洲去了 那这是我们今天说的题外话 那么原家均恰恰恰是配合啊 配合陈润儿帮助和国强加 洗钱 让国有资产6000多亿啊 投进去了 直到今天 这没化工也没出什么产品啊 那么 七八年前啊 这个 宁夏的这个有关人士啊 曾经给我反映过 为追这笔钱啊 各国强加的俩人子从中北雇了黑社会 把这个开发区的一个副主人和宁夏自治区的公安厅 经侦总队队长 副厅长给杀了啊 当然这个钱可能是至少转着其几百亿吧 要不不会把这个国家的两个公务员 国家干部 而且一个是厅级干部 一个是两个可能都是副厅级干部 都被杀掉了 所以这个政治的博弈啊 为了争夺利益啊 这个贺国强加是非常狠的 袁家均在里头有没有份啊 应该有份吧 六千多亿投进去了 只有不到两千亿投在项目上 那四千多亿哪去了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到他们三个大打出手啊 我给大家讲的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 袁家均参与 本来原来以为是李强 胡春华啊 他俩会打起来为争夺这个大位 因为胡春华自认为是胡锦涛的接班人 李强呢 自认为是这个习近平的啊 得力助手大秘 他当接班人 理所当然 这袁家均突然半道杀出来了 他也要争啊 现在是重庆市委书记 他也要争这个总书记的位置 这个消息从哪出来呢 他有一个儿子啊 私生子 在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啊 哥伦比亚大学 呃 有照片为证啊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啊 那么他的儿子呢 叫袁胜斯啊 那么他在学校啊 吹牛啊 最近可能是毕业了 喝点喝点这个西南的小茅台 酒喝高了 就开始吹牛 说他爸 未来可能是这个 呃 中中央总书记啊 你们都要这个呃 全二代们啊 你们都要向我靠拢 等我爸当了总书记啊 你们家里啊 这个荣华富贵也就都有份了啊 所以这袁胜斯 这先 先一伸手就把他爹撕开了 他爹要跟李强和胡春华 争总书记的位置啊 很有意思啊 那有人说 袁家军政治上没有背景 他怎么爬得这么快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 也是跟这个纽约的有关人士 打听了一下啊 尤其是吉林出道的 跟航天系有关的朋友 打听了一下 袁家军的这个 初恕啊 还是这个伯父啊 是这个江和民的入党介绍人啊 因为江和民曾经在一期 动力车间干过啊 跟张德江的妈啊 一个是党委书记 一个是分厂厂长 那么袁家军的一个叔叔 在一起也是 这个老地下党员啊 曾经这个也留过苏啊 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吧 那么江和民入党 他就是入党介绍人 那江和民这个人呢 有多少重点感情啊 为了这个暴打 暴打这个袁家军 的叔叔啊 对袁家军那是 算是这个一路啊 培养 这个甚至 神州一号啊 都给了他一众人 让中国的这个 宇航员啊 在他的领导下 进入了这个太空 袁家军有了这张 这个工作的牌照啊 叫军工这样也吧 这个升迁还是很快的啊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当朝啊 未来可能打 现在已经是开打 互相放料的这些 几个政治啊 博弈又是同盟军 又是对手的 李强胡春华 袁家军 这料我们就说到这里 也许今天晚上 我们会有新的节目 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